五十年前的情形,大喇嘛至今还历历在目,那是大雪封山的第三个星期,要下山已经非常危险,所有喇嘛都准备进行围棋一冬的苦修。 那时候的大喇嘛还很年轻,还不是寺里的大喇嘛,但为了方便区别,我们称呼当年还年轻的大喇嘛为老喇嘛。 按照寺庙里的习俗,那天老喇嘛把门前的雪全扫干净,并在庙门前放三只大炭炉,不让积雪再次覆盖地面。 这样的举动在喇嘛庙建成后,每十年就有一次。 虽然老喇嘛并不知此举何意,但是历代喇嘛都严格遵守。 那个中午第四次去炭炉加炭时,老喇嘛看到了站在炭炉前取暖的闷油瓶。 闷油瓶穿着一件特别奇怪的衣服,似乎是极厚的军大衣,但衣服上的花纹却是葬式的。 他的后背背着一个很大的行囊,看上去无比沉重。 闷油瓶看上去特别健庶,当时老喇嘛和他有这样一段对话。 说完这句话后,闷油瓶指向一个方向,那是大雪山的腹地。 对于老喇嘛,对于墨托的所有人来说,他们都知道,那是一个无人区,里面什么都没有。 而寺庙和那片区域衔接的地方,并没有任何道路,只有一个可以称呼为悬崖的地方,但因为它积雪和陡峭的程度也相差不远了。 落差足有200多米,非常险峻,是这个喇嘛庙最危险的地方。 没有人会从这个方向来,老喇嘛笑了笑,他觉得闷油瓶肯定是指错了,但他很快就发现不对劲,因为闷油瓶站的地方, 只有一对孤零零零的脚印,没有任何延伸。 在这种大雪天气,要有这样的效果,除非闷油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或者真是从悬崖爬下来的。 鬼可,为何在我们门口停下来? 这里暖和,火取一下暖,马上就走。 闷油瓶指了指探炉,老喇嘛突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, 这个寺庙的奇怪习俗,每十年就要在庙门口升上三炉子探火, 难道就是为了如果有人从门口经过,有个地方取暖? 或者说,有人希望从庙门口经过的人,会因为这三个炉子停下来? 这个庙从建成之后,就有了这个规矩,他一直觉得这个规矩特别奇怪, 难不成修庙的人,很久之前就预测到会有这样的情况, 所以定了这个规矩。 老喇嘛看着闷油瓶,两个人无言对视了一段时间, 他觉得有点尴尬,就道,里面更暖和, 要不鬼可进去休息一下,喝一杯酥油茶,再走吧。 老喇嘛本是客气的一问, 闷油瓶倒也不客气,直接点头就道, 好。 于是,老喇嘛便将闷油瓶引进了喇嘛庙里, 作为主人,又是长久没有客人, 他自然要进一番的地主之仪, 请闷油瓶暖了身体,喝了酥油茶之后, 他便带着闷油瓶在寺庙里到处走动。 在此期间,老喇嘛有意无意的总是想问闷油瓶一些问题, 奇怪的是,闷油瓶也不遮掩, 他反复强调说自己是从雪山里来的, 言语之间, 看不出有一丝撒谎或者言识的迹象。 当时的老喇嘛虽然年轻, 但好歹也经过修炼, 对于人世间的好奇心有种特别的控制力, 他没有继续追问下去。 本来这件事情, 最多在闷油瓶留宿一晚之后就会过去了, 闷油瓶离开后, 老喇嘛的生活也会进入正轨。 那天晚上, 闷油瓶在老喇嘛房里和老喇嘛聊完了最后几句话, 交代了明天就离开的想法, 表达了感谢。 老喇嘛便送闷油瓶回他自己的房间。 寺庙的结构颇为复杂, 一般人无人引导, 完全不可能找到房间。 他们在寺庙里绕来绕去, 在经过一个院子的时候, 老喇嘛的油灯灭了。 一片漆黑, 月光下的院子特别昏暗。 老喇嘛停了下来, 去点油灯。 这个时候, 闷油瓶抬头, 看了看天空。 西藏的天空漫天星辰, 美得犹如梦幻一般。 这样的美景, 对于老喇嘛来说, 从小接触, 觉得天空就是那样的, 他不觉得天空中有什么奇特。 他点上油灯, 再次出发, 却发现闷油瓶不动了, 只是淡淡地看着天空。 归客, 这边走。 老喇嘛说了一声, 闷油瓶才回过神来, 便问他道, 上师, 你们的喇嘛庙里, 是不是足有一百二十七间房间? 老喇嘛愣了一下, 确实, 这个喇嘛庙有一百二十七间房, 这在他刚来寺庙的时候就知道了, 虽然有些房间非常小, 但是总数就是一百二十七间, 闷油瓶怎么会知道? 老喇嘛点头称是, 闷油瓶就道, 劳烦你, 能让我去每一间房都看一看吗? 归客, 为何突然有了这个想? 老喇嘛想问, 但是随即被他修炼的力量克制住了, 无妄想, 无好奇, 他不应该对这些事情产生兴趣, 老喇嘛克制了一下, 忽然觉得, 闷油瓶是不是上天派来考验他修行的, 于是就点了点头道, 好的, 我记得这里的星空, 闷油瓶自言自语道, 很久以前, 我应该来过这里, 我好像依稀记得, 我在这里的某个房间里, 为自己留了什么东西, 原你能找到, 老喇嘛说道, 心里的好奇几乎憋得自己快吐血了, 我心说真不是修炼不够, 闷油瓶说话, 确实能把佛祖都憋吐血, 当天晚上, 他们一间一间的去看, 一间一间的去找, 老喇嘛也记不清楚是第几间了, 只知道是两个多小时之后, 他们打开了一间闲置的屋子, 走进去的时候, 闷油瓶的脚步迟缓了一下, 不动了, 老喇嘛也不动, 但是他知道这个房间里肯定有什么东西, 触动了闷油瓶, 闷油瓶走到屋子里, 屋子的中间放着一张木头桌子, 上面堆满了杂物, 他把杂物搬开, 在这些杂物之中, 露出了一具干枯的尸体, 这具尸体趴在书桌上, 完全是一具干尸了, 被杂物掩盖着, 又穿着僧袍, 根本看不清楚原来的样子, 老喇嘛大惊失策, 他从来没有想过, 在寺庙里的某个长久不用的房间里, 竟然会有一具干尸, 但是, 庙里的人是奇的呀, 这人是谁呀, 难道说, 这是以前庙里的喇嘛, 死在这里, 长久以来都没人发现吗? 这, 这是谁? 老喇嘛再也无法按捺, 揭巴着问道, 这是德仁喇嘛, 是我的朋友, 想不到, 竟然死在这里, 德仁喇嘛? 老喇嘛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, 焖油皮整理了一下桌子, 发现干尸手上, 抓着一卷经文, 他把经文挪开, 就淡淡的叹了口气, 对老喇嘛说道, 请你把这个房间整理一下, 好好安葬德仁的尸体, 我想在这里住下来。 老喇嘛完全没有反应, 他忽然感觉到, 四周的一切变得陌生起来, 自己对于寺庙的了解, 似乎还没有焖油皮多, 焖油皮坐了下来, 看着那卷经书, 就不再和老喇嘛说话了。 焖油皮这一住就是几个月, 后来他们查了资料, 发现了一个让老喇嘛更崩溃的现象, 德仁喇嘛确实在庙里登记过, 第一笔记录, 竟然在这个寺庙初见的时候就在了, 往下查, 他就发现几乎每一代喇嘛中, 都有一个叫德仁的, 一直到这一代, 德仁这个名字才在名册中消失, 这肯定不是同一个德仁, 而是很多代德仁, 并且看名册中的记录, 几乎每一个德仁都会收一个叫德仁的徒弟, 这算是什么? 庙里的另一个传统吗? 似乎德仁这个名字对寺庙有着特殊的意义, 寺庙里每一代喇嘛必须有一个叫德仁才行, 变成干尸的德仁, 应该就是最后一任德仁, 他不知道因为什么, 死在了房间里, 也没有徒弟, 所以导致了德仁的断代, 这是为什么? 这真的是一个普通的喇嘛庙吗? 老喇嘛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了, 做僧人除了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之外, 还有一点非常好, 如果他发现自己修炼不够, 也可以足够坦诚, 他发现闷油瓶和这座寺庙肯定有联系, 所以他也不需要以礼貌的原因把问题压在心里, 他找到闷油瓶, 询问了事情的真相, 闷油瓶就告诉了他, 似乎一点隐瞒的意思都没有, 我听到这里几乎吐血, 因为我觉得闷油瓶怎么对老喇嘛这么直白, 对我就那么抠门呢? 闷油瓶说, 自己有一种病, 每隔一段时间, 就会忘记之前所有的事情, 除了一些童年的往事之外, 他的脑子存不住新发生的记忆, 他确实是从雪山中出来的, 并且从雪山之中带出了一个秘密, 但他不久之后, 必然会将这个秘密忘记, 很久之前, 他在进入雪山前, 和最后这一任德仁喇嘛有很特殊的关系, 他们做了这个约定, 十年后, 他会从雪山中带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出来, 但他出来的时候, 必然已经完全忘记了约定, 所以, 德仁喇嘛会在这个寺庙里等待他, 而他会把在雪山中发生的一切, 在忘记之前全部说出来, 由德仁记录下来, 老喇叭想着他说的话, 冷汗都下来了,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十年并不是偶然的, 所有的德仁都是为了记录雪山来客的记忆呢, 当初在这里修建这个寺庙, 是不是因为有人知道, 每隔十年就有一个身怀秘密的人从雪山中出来, 把秘密带给一个叫做德仁的喇叭呢, 可惜, 这一代德仁没有等到闷油皮从雪山中出来就去世了, 他甚至没有为自己找一个继承者, 也许是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忘记了, 闷油皮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老喇叭, 他告诉老喇叭自己来到雪域高原的原因是什么, 他是来找一个人,